崩壞星穹鐵道 03內側版曝光 2.4V3嬌修大加強 2.6追擊肌負角色進卡時 崩壞星穹鐵道 軟眉黑化星旗袍 流銀薄砂漏空裡全絕美 時尚系統抓緊上線 崩鐵目前已進入到漲草期 雖然測試服還在更新 但玩家的關注度並不是很高 或許是精力全部投入到差分宇宙中 又或許是因為抽到流銀後 玩家有些後勁不足 本期內容我們來看一下 由玩家自製的角色新衣 不得不說 崩鐵官方不出時裝商城 真的有點可惜了 流銀新時裝 繼流銀婚紗之後 又有一套新時裝上線 主色調以綠色和寶色為主 除了白色打底外 還有透明的薄紗裝飾 看起來非常柔美 相比較婚紗版本 這套流銀的新衣要更正式一些 不過可惜的是 作者並未設計薩姆版本新時裝 然後再來看一款比較似曾相識的時裝 當崩鐵機子穿上崩壞3機子的服裝後 是不是有一種非常熟悉的感覺了呢 目前該皮膚正在製作中 其實官方完全可以來一個聯動 如果同時擁有崩壞3和崩鐵的特定角色 就可以獲得他們的相應時裝或者是成就 不過想要實現還是有些困難呢 畢竟兩個崩壞系列中只有楊書是本體 其他角色只是同位體各有各的生活 聯繫到一起感覺還是有點問題 所以也只能在玩家自製的MOD中見到了 最後再來看一套軟眉的新時裝 波提歐配色軟眉版新衣 雖然只是更改了一些顏色 但軟眉的整個氣場都變了 真不愧是研究狂魔 最後還是自己來當新神了嗎? 經典的黑紅配色 再加上紅色的瞳孔 這樣的軟眉給人一種BOSS的感覺 特別是那不屑的眼神 設計者也太 馬上就要迎來2.4兩V角色的V3版本 在上作的V2當中 兩個角色都沒有進行改動 所謂V3定生死 強度如何就看後天了 雲黎是克拉拉上位 關注點其實並不高 反而是嬌秋作為黃拳的隊友 網友們反倒希望會進行大加強 如果策劃真想做好流水的話 只需要重點打造旗艦防飢渴 奶量根本沒必要 黃拳對輸出炸裂 都是0T收官 目前2.3的流盈 因為差分宇宙原因 風透也是一時無兩 當然本身就有硬實力 環境造就角色 一直都是崩鐵一貫做法 接下來的幾個版本 相信也會圍繞擊破進行打造 莫哲一直都被認為是四星角色 屬於職商類型 需要掛標記才能打出傷害 就是啟動較慢 需要暖擊時間 不過最近在網上流傳了一個 莫哲是五星雷系巡列的說法 並且附上了技能機制 從下面描述來看 莫哲是屬於追擊一類 通過戰技給敵方掛上標記 隊友攻擊有標記灌物時 即可發動攻擊 而且戰技可以提高削韧 天賦可以觸發擊破效果 就以追擊與擊破結合的角色 本來莫哲是被安排在2.5 跟著飛霄和凌莎進行陪跑的 按照這個所謂升五星說法 大概率莫哲會被安排在2.6進卡池 最後是有關2.4星活動的玩法教學 在該活動戰鬥中 開拓者可以召喚小垃圾桶加入戰鬥 召喚越多隊伍造成的傷害越高 同時削韧值也越高 另外小桶攻擊是可以恢復魔法師大量能量值 也就是說在該活動戰鬥 我們只需要儘量多的使用1技能召喚即可 這活動應該是為以後召喚物體系做提前測試 如果不是開拓者在戰鬥 更像是零